我们做的产品叫做仿生人形机器人 主要强调的是机器人的仿生的结构 一个是它面部的表情的用电机 替代我们人的肌肉 实现它的各种各样的微表情的省现 另外一个呢 把人生机器人和我们的大模型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 利用大模型的输出的结果 使得我们机器人能够做出精准的这种情绪的表达 利用于展览展示 教育 老人陪护 医疗辅助 这样需要更多的情感交流 人机交互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整个全身能够实现整体的一个全身运动控制 能够实现像一些我们家居里面 实现了一些收拾屋里的一些垃圾 整理衣服 能够实现打开洗衣机去洗衣服 还能做一些插花 还有一些家居的一个智能的一个联动 通用人机器人H1 目前的话也是全球第一款公开发售的电锯的人机器人 然后我们最新的速度是做到奔跑速度 是做到3.3米每秒 也是全球已经公开的速度最快的机器人 同时就是说我们机器人在正常的规整动面下 可以进行推拉 然后这种给它一些外力 外力都不会让它摔倒 就是平衡性会比较好 比如搬运一个箱子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款机器人呢 目前呢更多的是在当前情况下 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给一些企业去做二次开发 让它在不同的场景下落地 因为可以理解为人型机器人以后 它就是一个人 能够去代替人去做任何的工作 那只是说现在它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进化